你来到菲律宾东部的西太平洋 你肯定不会错过马里亚纳海沟 因为它是个心悦的形状 这条看起来像地窖八横的海沟 长达2550公里 马里亚纳海沟是两个地窖板块的交汇处 地球上有许多这种的板块交汇处 但你会选择这里是因为 马里亚纳海沟是地球最深的地方 马里亚纳海沟的深度将近有11公里深 你还记得之前攀登圣母峰的经验 圣母峰的最高点是地球上最高的地方 大概是海拔8800米左右 这个高度令你大开眼界 但现在你凝视着马里亚纳海沟 这无尽的深渊让你感到毛骨悚然 要抵达海沟底部 你必须潜水的距离是圣母峰高度的1.5倍 在这个深度几乎所有物体都会被巨大的压力给压碎 这就是为什么你会想要将钻石丢在马里亚纳海沟 钻石是地球上最坚硬的物质之一 你试过燃烧、敲打、钻打 但都没办法破坏钻石 就连时间也没办法摧毁钻石 大多数钻石在第一批植物出现在地球之前就已经存在 即使过了这么久 钻石仍然维持原样并闪闪发光 钻石是在极高的压力和温度下形成的纯碳 数十亿年来 这些碳一直都蕴藏在80到800公里的深度 被地球数百万公吨的重量挤压着 同时又被高达摄氏1050度的高温不断加热 渐渐地这些碳就变成了钻石 每当有火山爆发或陨石坠落 而把这些碳加热至超高的温度 你便可以在移动的板块交界处找到这些宝石 过一天你幸运地在地震后发现了一颗小钻石 碰到这种情况的几率只有百万分之一 就跟种乐透一样 人类目前并无法到达形成钻石的地方 只能靠大自然自己将它们推出地表 在摧毁钻石的计划失败后 你前往珠宝商寻求帮助 虽然它们平常不会破坏钻石 不过它们会透过切割钻石来让它们变成珍贵的宝石 你看着珠宝商选择合适的角度 切割线和力道 然后将一块钻石敲了下来 它们这么做是为了让钻石变成多边 美丽又完美的几何形状 不过它们有时也可能会不小心 以错误的方式击碎钻石 使它变成许多小碎块 因此珠宝商会先对钻石进行好几天 甚至好几个月的研究 然后才开始切割 对 如果钻石切割技师不小心脱口说出惨了 那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幸运的是 当珠宝商切割完成后 你的钻石就会拥有完美的多边形状 照在钻石上的光线会产生折射 并让钻石发出耀眼的光芒 这就是为什么钻石会这么受欢迎的原因 在某些光线的照耀下 因为钻石晶体的清透无瑕 你甚至可以让钻石消失在水中 你的钻石正好跟三个火柴头差不多大 重量刚好是一克拉 也就是二百毫克 比一根火柴稍微重一点 而光是这么轻的重量就价值数万美金 质量越好价格就越高 你以一万两千美金卖出了你的钻石 不过现在你手上握的是世界最大的钻石 这颗钻石有3106克拉 几乎跟一个0.6公斤的健身哑铃一样重 这颗钻石被命名为卡丽南钻石 它于1905年在南非被发现 1908年卡丽南钻石被切割成9颗大钻石和100颗小钻石 最大的一颗重达530克拉 镶嵌在目前与伦敦塔展示的英国皇家权杖上 切割卡丽南钻石的珠宝商约瑟夫·阿斯谢 花了6个月的时间为切割进行准备 在切割钻石前 他几乎是用显微镜来研究钻石 但他第一次切割却失败了 钢制刀片被钻石弄断了 不过第二次就成功按照计划顺利将钻石切割 至于这次的实验 你有珠宝商和科学家和你一起合作 你很紧张 你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将钻石扔进水中 在警察将你逮捕的同时 让我们也跟着钻石进入海沟 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钻石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来到海沟底部 这里的压力每秒都在增加 在一公里左右的深度 光线已经无法抵达这里 我们看到钻石已经不再发光 下面的鱼越来越少 温度也开始急剧下降 当钻石来到达马里亚纳海沟的底部时 温度已经降至摄氏一度 摄氏一度的海水 远比同样温度的空气要冷上许多 突然间海底出现了一道光 光投射到钻石上 钻石又发出了光芒 不过这道光并不是来自太阳 而是来自安康鱼 安康鱼会用头上发光的钓杆 又不猎物 安康鱼无法咬碎钻石 只好兴兴然离开 而钻石又陷入一片漆黑 在下降的过程 钻石还会遇到许多其他不寻常的生物 有毒小龙虾 或是以类似油的物质为食物的微生物 还有完全透明的鱼类 我们可以直接透过皮肤 看见它们的器官和骨骼 钻石来到了3000米的深度 整趟旅程已经过了三分之一 来到这么深的地方 任何树木都会被击变 玻璃会被压碎 而某些金属也会被压平 只有特殊的深海潜艇 才有办法潜到这里 深海潜艇是由高耐钢铁搭建 而且机身设计 必须符合完美的几何比例 快看 钻石终于来到海沟底部了 这里的压力来到每平方英寸8公吨 就像把一枚硬币 放在霸王龙的脚下一样 在马里亚纳海沟 这样的重量会从各个方向挤压过来 但我们的钻石一点感觉也没有 钻石是在压力大上 许多倍的地方所形成 要比喻的话 就像一枚硬币上 有一千只霸王龙一样 而且钻石也没有生命 当然什么也感觉不到 但就像刚刚所说的 如果在特定位置或特定角度 挤压或切割钻石的话 钻石就有可能会碎裂 网络上有些用水压机 破坏钻石的影片 在马里亚纳海沟底部 钻石也承受着巨大压力 每个角度的每一寸 都不断被挤压着 尽管可能性很低 但钻石也有可能会破碎 马里亚纳海沟将会覆盖上 一层美丽的钻石灰 不过还是没有办法确定 因为在现实生活中 没有人会把价值数十万美金的宝石 扔到地球最深的地方 只为了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至少我们是这么想的 钻石比较可能在经过数十一年的高压洗礼后 变得更加坚固 密度更高 但在那之前 它会永远躺在海沟底 或是直到被某个海洋探险家找到为止 嘿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东西 那么请给这个影片点一个赞 并与朋友分享哦 这里还有一些很酷的影片 我想你也会喜欢的 你只要点击左边或右边 持续锁定量生活频道 随着 转型